很感謝大家 其實我和大家說這件事 大家不用去感謝我 因為我這些小小的 可能是在一般人眼中的犧牲 或者可能是一些損失 其實真的微不足道 因為對於現在一群為了香港的未來 去努力的每一個年輕人 我們這些真的不算是甚麼 都是那句 只要用得到我Tommy 或者我身邊的一些人 一些信息 一些資源 我都希望可以陪到大家下去 先不說本身我們牌子的發佈計劃 其實本身明天我和太太都要去上海工作 這個工作大概 其實因為每一年在內地 都會有一個很大型的時裝周 我們都出席了四年 其實在去年結束 我已經知道今年都會再出席 被邀請 但是現在就被取消了 可能是因為一些言論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即使真的有些很實在的東西失去了 但是如果我能夠 站在香港人的一邊 去和大家打氣 和大家一起走下去的話 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 他可能會以為他現在選了錢 即是可能做一些護旗手 做一些比較上叫做跪低的表態 可能在今天你會得到一些記得利益的 但是你如果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香港始終是我們的根 我不想有一天 假設原來Tommy 或者我和太太表態愛國之後 我們是飛黃騰達了 但是我回來 我面對不到任何一個香港人 我面對不到任何一個香港現在發生的環境 我寧願和香港的人一起捱 其他人有他們的選擇 是他們的事 我就決定是和香港人一起打拼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即是我經常都講過 如果有一天我兒子回來 用廣東話 用普通話來和我打招呼 用普通話來和朋友聊天 我會很生氣 即我會很害怕 什麼事啊你大哥小子 你是香港人來的 我們要看多些周星馳 我們不要看那麼多 即這個我們都要讓他知道 首先我會告訴他 所以我現在其實用了一個新教的形式 爸爸就現在走出去 去支持一群為你 將來努力的一群哥哥姐姐 我去支持他 你們大過了要多謝他們 縱使這件事成功與否 你都要知道他們曾經在這一刻 為你們付出過 這個是我會不停地提醒我兒子的 Quindi我會告訴你 我們 desp revolutionary 你